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嗨 所有为PV Asia和铁人娱乐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Daniel 黄振宇 那今天这个节目呢 是讲到很准的哦 因为他名字是写什么你知道吗 他写2022年铁定无比准的十二星座运势 所以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 我们非常英俊的Wubi老师到场 耶 无比老师 嗨 大家好 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当然还有我的师哥 我们的Domas 嗨 大家好 我是Domas 新年快乐大家 新年快乐 老师新年快乐 我觉得还蛮紧张的 一直以来都是我帮别人算 这次是别人算我懂吗 其实我是很兴奋的 昨晚我就想很多人了 所以我很期待今天的到来 你知道为什么我也很期待 刚才我一到场的时候 其实我们前面有聊天吗 对对对 我觉得今天这两位太好玩了 等下你们会听到很多很好玩的东西 之余的话呢 还有2022年我们会有一个整体运势 然后分析解剖12星座你们的功课是什么 小冬的性格大概是怎样 那看了小冬的新函配置 上身在射手 太阳的话在双子 月亮也在双子 然后水星在金牛 金星在白羊 还有火星在双鱼 整体总结来讲的话呢 是一个很温和的邻家小男孩 温和的邻家小男孩 因为他没有受伤力的 他没有受伤力的 真的 如果今天我一看到这个人 我还没有去见他 比如说第一次约会 我朋友最喜欢问我 我给你他的配置 等下我要去跟他约会 我应该要做什么功课 那我现在看了这个人的配置 说真的小冬 我们之前都不认识的 但因为有这个星盘了 我觉得我们好像已经认识了你 10年的感觉 有耶就很好聊耶 我发现我是这样子 就比较会就是跟别人打 就打交道娃娃交际啊等等的东西 我要讲一个东西 因为有时候 他看到某些人在那边 就好像要跟他交流哦 他有时候为了讲话 他会说出一些很尴尬的话 比如说 你吃过早饭了没有啊 你过得怎么样啊 或者就哦 他是很想去跟人家交流的人 你是一个很亲切 但是你有一个缺陷在哪里 缺陷在于你的讲话方面 比较不好 因为你讲话必须要很实际 很实际 所以你看的话 你平常打电话给别人 你都是先问候一些 比较实际靠谱的东西 你很少跳吞的 然后跟你开会的话 你看聊的东西 全部是必须比较科学的 如果跟你聊一些天马星空 你最多是 呃哈哈 你最多是 但是你一想到 没有加减 层出的东西出来的话 你就觉得不靠谱 不实际 所以跟你相处的话呢 虽然你很好玩 你接受度很高 但你个人所表达出来的东西的话 绝对很靠谱 你不随便答应别人 这一点是可以看到的 是是是 谢谢老师 你答应的东西 你一定要做到的 然后再来他的解压方式 他解压方式的话呢 非常容易 他有喜欢跟别人玩比赛游戏的东西 哦也有 这个是你 因为你精心掉在白羊嘛 精心白羊的话呢 他快乐方式是 哦我赢你了 我跟你玩一个东西的话呢 我已经开始竞争 过我有胜利 比如啊 我再给你一个更简单的 哦 我们等一下去那间店 他一定没有看 你说这句话 等一下他真的没有看 你会超级开心 你有成就感觉 我猜中了 See I knew it 那种感觉 但是你的配置的话呢 是12星座配置里面 最容易快乐的配置 我们公司咯 很多人都有认同 是全公司最好带的艺人是他 对啊 他真的很好的艺人 是吗 OK OK 而且你接受度的话呢 比一般人来得更短 比如很多人讲说 哦 我们突然间要取消这个东西的话 你很少有不好看的脸色给别人 然后你会更多忙去做自己的东西 是是是 再来火星掉在双鱼 那你的脾气方面的话呢 也是属于很温和 嗯 再迟到两个小时 然后你先生气两分钟 后开始原谅人 Yes 真的 我很快原谅别人 我觉得 我不喜欢生气的那个感觉 其实你应该出家 不应该当 医员 原谅如此 啊 单拍的 宣传行业 哈哈 我在想象他出家 然后他走这个行业 其实你看他的样子 他出家也很适合啊 很适合耶 你很适合过我们的 真的 唐森这个 对 你还欠现场有一些 孙母公主八戒和杀众陪你 就可以取西境哦 原来我找到我的park了 要出家的 OK OK Daniel 呢 Daniel 怎么样呢 Daniel 的话呢 可以看到他的太阳 水星 金星跟火星 那他太阳的话呢 在射手跟你的上神射手很合 所以你们在一起的话呢 会有很多 互相明白 所以你们两个很难会有误会的 嗯 加上你们的水星 也很大 你是水星金的 他水星是天蝎 他会比你主动 你是被动的 所以让他先走前面 你走后面 你们会搭得非常好 哎呦 可能你是难 他的缩糕性很强 哦 他可以很男生 但是他可以聊很女生的话题 他是唯一抓这一点 那你的性格的话呢 比较有原则 比较有原理 其实我觉得很多人看见你的话呢 会觉得 哇 我很想靠近他 可是我很害怕靠近他 真的啊 你有那种感觉吗 野狗野猫经过都会怕 哦 是的 我觉得如果我是服务员看到他 我会想说 他应该要投诉我的食物不好吃 哈哈哈哈 哦 我是很亲切的一个人 所以你出门 把年子黏起来 梦想微笑 年子黏起来 微笑 因为他一不笑的话 真的会有距离感 嗯 然后其实你说话 不喜欢说完整套的 你喜欢别人猜中你的心 你交朋友或认识朋友 你好喜欢对方 哇 你猜中我好 这个就是我的朋友 你不太喜欢跟别人交代你的私下的东西的 哦 然后再来看你的金星 如果你 你比较容易不开心 如果你不开心的话 你很少要找很多人的 它可以跟很多人混搭在一起 可是你是想到自己一个人 可是能够逗你快乐的人的话 一定是跟你相处很多年的 也许是你的另外一半家人 或者是好朋友 剩下的人显得多余 因为他们没有办法进你的心 你只会对心里面的人有感觉 哇塞 所以你会看到 但我心里面有很多人 可是多也不如你多 它是整个宇宙 因为这样子大家讲双子是比较花心 是因为谁都可以接纳的意思是吗 不是 如果你整体来讲的话呢 其实我觉得双子不花心 双子的它是可以接受度很强 它跟很多人很好相处 但是它的爱 温度 给每一个人都一样 所以它的另外一半可能会觉得说 哦 你出轨 你给别人一样的温度 可是出家人也是给所有人一样的温度 对不对 神父也是啊 医生也是啊 爱不能自私嘛 所以你不能想嘛 你不能去骂医生 你很你很花心 对不对 解了解 我不懂 这样好 我今天这个好像 就是说 他要出家 这个是今天的标题 他原本要做一个平民老百姓 可是被我建议做出家了 然后最后还有你的火星 最后的哈佩智 就是在狮子 其实它的行动力比你来的很强 他如果想要做的东西的话呢 他不只一个人做 他还可以号召很多人一起做 我假设啊 今天泡宝来了一个10kg的东西 他绑不到他手可能受伤了 他不会一个人绑 他一定会叫几个人帮他 然后再用奶茶收买人家 这就是他厉害的地方 他会用那种主管的身份去做 你不会 有这个思维 我真的是没有这个思维 你就是慢慢推 慢慢推 因为你很喜欢自己吃苦的 所以我觉得与众 就是大家不同的配置 而行的更有趣 这样我觉得我们两个很配 真的 就是我有的东西 你没有你有的东西 我没有 对 我们讲了78个小时 所以接下来 我们就要讨论这个 土相星座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的话呢 金牛在2022年的话 他是赢家跳跃之年 为什么讲说赢家还要跳跃 你可以看到金牛 他的感情会三级跳 就是刚开始一谈恋爱 就马上去见家长 就可以谈恋恋爱 第二个的话呢 叫工作三级跳 工作三级跳的话呢 他一个人可以做三个人的任务 他最后在年尾的时候 他可能一次过 可以收获三个人的成绩的东西 然后再来的话呢 就是健康三级跳 那我看到很多金牛在2022年 他们要塑造自己的外形 或者是自己的身形的话呢 我觉得非常容易实现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的话呢 处女座好了 那处女的话呢 他是幸福美满年 这么多年以来 你会看到很多处女座 其实没有过得很开心 对对 因为很多责任 很多问题要扛在自己的肩膀 我们来聊一下 为什么他会幸福美满之年 处女座 第一的话呢 他全年无忧无虑 他的外形很过得讨喜 处女座一听到就会被讨厌 可是今年的话呢 被听到再看一下的话 还会觉得没有那么讨厌 反正有点喜欢 再来的话呢 很多处女座 今年终于可以脱单了 你会看到 他们今年除了可以脱单 约会 婚礼计划 他还会去度蜜眼 所以这些种种的东西 整个在2020年 处女座都会去做的方式 所以他的主题跟爱情有关 得到直论了 所以他整个人看起来也会比较好看一点 再来的话呢 好多工作的机会 然后他们发现自己的长处终于有价值了 处女座你问他有什么优点 他说不出 OK 因为他们什么都会 所以他不知道自己什么东西是比别人更强的 所以今年的话 处女座的工作机会超级多 如果他们要换工的话 我真的是很坚定 因为他们是今年排名最好的第二名 好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摩羯座好了 OK 摩羯座 摩羯座是今年第一名最好的整体运势的星座 恭喜摩羯座的朋友 他是上山修炼之年 他为什么要上去山上然后修炼 第一的话他上山去找解药 OK 然后他还要找独家的秘籍 然后还要找高手协助 所以今年你会看到很多 很多 很多摩羯座今年会有很多机会给他发挥 但是他一个人的能量他知道不够的 所以他会去做很多很多很大块的东西 所以我讲今年为什么他的收获最大 他最开心的 当他真的有机会去找到那些博乐贵人来帮他做这些东西 所以我讲他上山去找这些东西 找得到 所以他要工作的时候一定要上山去找 对 上山去找 他一定会找山上 他不会找山中跟山下的 但是山上没有什么工作 可是山上的工作的话就是已经是生鲜机要的 你懂吗 薪水也不要高 所以我看错了 我原来讲的是一定要去山上找工作 可爱 可爱二了 我们没有仇恶 我们没有可爱二 云顶啊 Cameron Island 云顶的薪水也高一点 深山 很拉扯 哈哈哈 OK 第二个的话我们来看 很多这些承诺跟责任的话呢 扛在他的身上 在年中 就是7月到12月的话 他已经有收获了 他比别人来的更快拿到收获 哇 很多人年尾 记住 但是他已经在年中就开始已经收获了 7月到12月 OK 然后呢 他下山之后 我说他已经 哇 有工作 有爱情 有找到薄乐之后的话 真幸福 你会看到好多人好喜欢念他 开始有很多人崇拜他了 这就是摩羯觉得 哇 我今年还蛮幸福的 工作有成之后的话 还会被别人欣赏 表扬 然后还想要靠近 这就是他一整年比较好的因素 哦 简单的总结就是很好很好咯 哦 这今年最好的星座就是他 对 就是他 好 我们讲完了土相 现在我们就要讲火象星座 对 火象星座有白羊 狮子跟射手 这三个的话呢 是比较 心动力比较强的 然后就会比较大胆 然后也比较积极 因为我的星座我会好好地听 对 你也是有种啊 你上神吗 上神是射手啊 射手 对对对 好 我们首先来聊一下白羊座好了 OK 他很迫不及待 射手 他很疯不及待 我就想故意表给他 OK Let's go 白羊座 好 我们来聊一下白羊 白羊的话呢 今年是心灵换位之年 他的心灵终于可以换位 可以看到很多白羊座 很可怜的东西 就是这辈子为很多人 付出很多 贡献很多 其实没有多少个人了解他的心情 没有多少个人会站在他的立场去思考 哎你做了这些东西 今年我觉得他开心很多 他做的每一样东西 有人了解 有人去体谅 其实行星的话呢 就是一整年的运势 有一些星星来到你的 磁场的话 他会让很多人看到你 那些偷偷摸摸在做着 付出的东西 今年的话 你会看到白羊有这样的机会 被别人发现他的付出 哦 OK 所以终于有人取代他的位置 去思考 然后就是去换位思考他的东西 所以这是他最开心的东西 那今年你会看到很多白羊 做了很多东西 会有感谢 那感谢的话呢 有些是言语 有一些是礼物的 行事的实体上 所以他今年也会收到特别多的谢礼 或者是礼物 作为这一些答谢他的回报 所以白羊今年的话 如果要庆祝生日 赶赶去好了 今年你的生日会 应该会比往年来的更多人 很多人会很感谢他的存在 就会来出现嘛 好 再来的话我们可以看到 今年的话 你会看到他在工作上 感情上 或者是友情上 他终于有一个很漂亮的 名分跟地位 我替白羊高兴 这样子的话 我觉得很安慰 他是今年排名第五名最好的 替谁都高兴 出家人吧 对 哦 哈哈 好 下一个我们来看一下 射手座 我觉得你等不及了 我一定到很久 对 今年会是你们的悠哉旅行之年 你们会走很远哦 你们会去很远的地方 今年你们也会相对比的话呢 过得会比较开心 比较放松一点 OK 嗯 去年前年的话 你会看到你们为了很多人 答应的事情的话呢 都很强迫自己去做 可是不会 我觉得今年你们会很悠哉 来很优先的做每一件事情 首先的话你会看到 前两年有很多 是非过错 有人误会过你们 有人否定过你们 甚至媒体写过你们不好的东西 今年你们会看到 他们会还你们一个金牌 哇 我担好累了 这个 哈哈哈哈 担好累了 你们绝对有一个东西 会让他们之前误会你的人 来跟你讲说 哦对不起 我觉得好像之前我误会你了 我想要洗清你的罪名 我要给你另外一个更漂亮的灵魂 所以今年你们的心终于没有那么紧了 我说过吗 射手常常有很多误会点 或者是这些不开心的东西 他不跟你讨论 嗯 他就这样走掉 你就会骂他讲 花心 不认真 然后不用心 敷衍我 其实不是 射手不喜欢跟你聊负能量的东西 哇 嘿咻 是吗 你觉得不喜欢 没有 因为每个人一看到我 第一只外表啦 第二只我性格 他就是讲我是一个很花心的人 就像一次我做了花心 不还不认识我就讲我花心啊 那你可以讲 对 因为他可能他的样子 就真的是蛮帅的嘛 你会给人家讲这个误会 可是我 了解他之后 我看你不觉得你花心 我只会讲说你这个人 可能第一眼看到啊 我觉得他会是冷 因为如果他跟冰箱站在一起 就有两个冰箱 哈哈哈哈 这个形容只ok我 我觉得他就是冷嘛 但是他冷到来的话 其实是你跟他的距离没有很靠近 如果你勇敢一步的话 你今天就会看到这个样子 诶真的 你花掉是冷 一接住你是 诶有那个暖在那边 还蛮暖的 对 就是很多人就是 他们以为我有很多人追我 是不是 其实一个都没有 我就一直到现在 一直当时到现在 诶 老师哦 他母胎当时到现在诶 他有射手在家 天蟹的这个性格 他其实很多时候 他很有矜持 他觉得说 我很喜欢那一个人 但是有很多东西 我们要从慢慢 从近到远 他不可以跳过去的 他会没有安全感 第二 你喜欢的人 就喜欢善良的理由 所以你看到一个人 稍微讲别人八卦 稍微有点邪气 或者是这个人的话 心术不正的话 你就会有开始害怕了 嗯 再来 你又很有能力照顾自己 你偶尔脆弱一下 会怎样 跌倒不要这样快起来 在那边躺10秒先 让人家来救你 砸砸砸 啊对 你要做什么 这是要学会的啦 对啊 要学会的功课 你看到你偷偷放CCTV观察他 你会觉得 他的人生 他的时间表 其实没有多少个人 可以塞得近的 他都会过得很充实 很满 他也不太让别人担心的人 哦 所以要喜欢你的人很多 但是能够喜欢你的人分享 嗯 因为他们没有这个机会 所以你就把机会发出去别人 你出生子啦 我觉得因为这从小到大 我妈妈有跟我讲过一句话 世界只有对或者是错 没有回应的 他是从小到大就是这样跟我讲的 所以我的我的世界里 就只有对还是错吧 嗯 就是不会讲 因为他那个人 怎样怎样怎样 就怎样怎样 不会 就只有对我错 这样不好 这很好啊 你很干净啊 我觉得 他的 他的思维黑白 很分明的人 那他拿到manu的话 他很懂自己要吃什么东西 哦 因为你懂嘛 你自己要吃什么 所以我今天吃盖板 可是当你遇到一些问题 你不会很 就是很矛盾吗 他 你当你分不清是对或错的时候 我 我就是分得清 他分得清 怎样也分得清 分得清 只有你出家人分不清 难怪啦 你理性跟感性存在 他们又他只有理性 他们又感性 你看啊 如果你们两个做医生 那个病人已经要动手术了 你会陪家人哭 一边讲一边哭 他会很理性的跟病人讲说 你要动手术 没有什么好酷的 你懂吗 你就是 这个 这个分别做得很对 这个比喻好 这个比喻好 好 哇 我也有 我去过这个地方 可是今年的狮子 做听众比较多 哦 是啊 因为很多东西还没有发生 他今年是种下那个种子 对 种种子 他找到土地 他有找到种子 漂亮的种子 但是他的收成是在晚一点 他会在八九月过后的话 才看到他有很多丰收 所以年尾的狮子会比较 风光一点 比较哇哦一点 然后再来你会看到 今年很多狮子 终于可以重新开始 那是因为他们会开始 想要找新的工作 终于勇敢去找伴侣了 狮子的话呢 如果他的公司的人对他不好 他不太敢去换工作 因为他怕他找到 另外一份薪水比较低的 这一点他怕 他单身了 他突然间要去找一个人 他很怕那个人突然间 两个月三个月不见掉 然后他又丢脸 朋友又会问他 所以他又怕 but 今年的狮子 全部都敢去做 新工作新恋情 他都敢去尝试 所以他不会找旧恋情的是吗 狮子很难跟旧恋情的 除非他的旧恋情 这一个人物啊 他的价值 或者是他自己本身的话呢 已经是去到很风光 很好 他再跟他回去的话 还是很骄傲的 但如果之前有破裂的 再带回来 朋友问他 他是受不了那些 咸咸咸咪的 因为你面子的关系 是 他会问他 比如说 好像你是狮子 我问你 你不是之前跟他一直吵架的吗 就问你们复合 这句话 可以让狮子 已经很不舒服很多 可是你看啊 我们每一个人都爱面子 只是狮子的爱面子的话 会特别是把这一块 放在最主要的东西 因为他永远觉得名誉很重要 因此你会看到狮子从来不做任何坏事 毁自己名字的 然后最后的话 你会看到狮子 今年的话 他们的花费比较少 因为他们少了很多聚会 聚餐 还有别人邀请他 因为他整个人低调了 所以没有多少个人救他出去 所以你会看到 Facebook 没有多少那种朋友的合照 你不要以为他适中了 你去炮警 他其实不是 他还存在的 只是低调吧 哇 变成像低调一下子 默默跟远远 所以他在照顾他的田地 他想要有开放结果 是有的 8月过后的话 你就有收获了 哦 所以是 只是8月过后的事实 yes 所以这个就是整体 三个火象星座的 2022年运势 啊 我们刚刚 已经聊了很多了啦 接下来 我们还有剩下 风象星座 还有水象星座 所以我们就期待下一集的话 我们再来聊一下 关于这六个星座的细节 我们留给下一集 好 下一集见 等下我还有没有讲话 因为到这边有讲话 Daniel 你一定要讲 下一集没有很久啦 后天就可以看到啦 千万不要错过我们 2022年铁定无比准的 十二星座 运势 下期见 拜拜 See you